最后一个第六个就是 圆满一切事业而赞叹 顶礼聚光圣度母 安利一切善证如 争取寂灭未胜利 垂没七十夜叉中 这个是顶礼聚光父母 我们经常讲的是聚光度母 聚光度母 绅色是白色的 树上乌婆罗花的花蕊上面 应该是有吉祥金色鱼 标志上应该是有这个 不知道看得到吧 有没有 要 那么这个圣度母是我们通过怎么样修行 修行的方式聚光度母 用嗡阿红三个正如字 三个正如字 白色的嗡在头顶上 红色的阿字后见 蓝色的红字在心间 那么发出三种光 让所有这些众生的圣语意变成三种金刚 变成嗡马红本性的三种金刚 那么安利一切三正如 这是嗡阿红三个正如字 让很多的众生真正具足寂灭的威胜力 什么寂灭的威胜力呢 平时我们的圣口义并没有智慧 慈悲 还有信心等等这些能力 让我们贪嗔吃所有的这些烦恼的熄灭 能实现真正他的善的威德力和功德力 那么这样的时候能摧毁 世间当中所有的邪魔外道 还有骑士 野叉 罗叉等等 世间各种各样的非人 恶神 邪神等等 这些都可以摧毁的也就是说 通过聚光伏魔的修行 他的身口意发出光 让我们其他的众生身口意得以清净 包括这种光遍于整个非人 整个魔众 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 不利于我们修行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相续当中的恶念 得以遣除 并且让他们也获得了安乐 而且他们经常危害的这些众生 更要获得快乐 所以我们修度魔法其实也并不是 就是像其他有些国家利用一些黑武器来 然后一刹那间当中把对方摧毁物欲 不是这样的 应该只是一种特别有利的修行方法 对方也离开了这种痛苦 以前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好像前一段时间可能稍微提过吧 寂天菩萨的一个弟子叫做智天菩萨 智天论师 那么智天论师他自己的地方弘扬很长时间的佛法 后来他到雪山去修行 后来受到别的地方的一些邀请 又到了另外一个村落 结果到另外一个村落的时候 我们以前通过历史也可以知道 当时印度那边 夜叉和落叉的危害非常非常大的 好多的农村全部都是被受到一些非人的危害 全部都是尸体粘片 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其中他看见有一具尸体站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追他 所以一般以前藏地也有很多故事 好像汉地也有 以前是有起始的 但现在好像真正的起始都是没有的 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道友 他在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路过 看见一个尸体 他晚上都是害怕那个尸体站起来了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说的 但一般来讲可能现在都是没有听说过 以前确实有时候有起始的现象 然后这个尸体起来开始追支天论师 然后这个时候支天论师用金刚诀 金刚诀通过念度母的星咒 然后就开始放在气势上面 结果这个尸体马上倒在地上 而且他的身世超度到清净刹土 当时通过度母的加持天上降下甘领 天上降下甘领之后 原来这附近死亡的这些人全部都已经复活了 有这样非常稀有的故事 所以我想很多人祈祷度母 聚光父母 我们以前学院也是专门念过聚光父母的星咒 聚光父母的一些祈祷文都念过 因此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修行经常肯定会有一些障碍 有些人认为人生是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知道人生是痛苦的 所以人生是苦的话 实际上是每个人应该明白的 如果我们懂得这样 我们原来没有勇气面对痛苦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人生的地生是苦的话 我们怎么样面对 怎么样认识 怎么样去转为道用这种痛苦 在这个时候我们祈祷度母 可以说从中获得真实的有意义的快乐 就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快乐 我们再次再次使用一项 就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快乐